英国老根本看不懂 这什么东西啊 太酷炫了 我现在在英国的古德武的速度节 这可以说是上世纪最早期的英国贵族车剧了 一般人都玩不上 那必须得是贵族才能来的 太牛逼了 全场唯一真神 仰望悠久竟然在头牌 比阿顺马丁超限量的VIOCRAGE女女神在前面 这个气势 你看这个尾翼 至少气场上面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输 气场以理反正没输过 可能气场以外大家自己选四天空吧 你看看你看看仰望U8 你看和RAMAC没什么区别吗 都是私电机 你看老斯兰斯的闪铃和仰望U8放一起 等会他俩一起下山 这场面你也只能在古德武多见的 来 这是红旗 一眼三四九 而且车站就这么长 他两个车站可以 和去年一样 今年也把电动车拎了出来 然后搭建了这样一个叫Electric Amniu 赶紧进去看看里面能看到多少国产的电影 一进来就看到了海豚 这边电动的Mini Cooper S 但是尾箱上面并没有光束汽车 这个Amanda其实是奇瑞在欧洲推出的一品牌 算一个 旁边MG4 欧拉闪电猫这里叫07GT 这边极金4 咱们算混血 还有这个Lotus的Electra 这也算一个混血 所以我感觉今年Electric Amniu里面 中国电车的比例是比去年要更加高的 全场唯一真神比亚迪的展台 你看最近正好在办欧洲杯 所有比赛的广告牌上面都能看到比亚迪的logo 阵容挺齐全的比亚迪元 Song Plus EV 海豹 海豚 这边是参加了爬山赛的仰望U8和U9 来你们看看这个人气 根本顶不住 英国老根本看不懂 哇这什么东西啊 太酷炫了 电动蝴蝶门 单体壳座舱 4电机 那给比亚迪提些建议啊 我觉得这次展台布置还不够极致 你如果把U9单独圈出来 24小时不间断地在这里表演原地掉头 你就看有多少英国老会过来拍视频 对吧 这样直接把国外的流量给搞明白了 如果云远再freestyle一下 表演一下跳街舞 那就更牛逼了 对不对 将近三吨的超跑啊 在台子上面一跳 我全场为之一震 你看今年庄园前的建筑雕塑 都是MG Cybers 今年古德伍德明就是花了很大精力和心血的 因为是他们诞生100周年 1924年就有的品牌了 所以除了这台Cybers之外 还有里面它的硬顶版那台GTS 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 来就是这玩意儿了 前脸和Cybers可以说是一脉相成 最大的区别咱们来到侧面看 这是一个有顶的车 从这个部分开始一个大溜被直接下去 来看一下这尾部 硬顶的GTS和前面那台敞逢的Cybers 大家选哪台 比亚迪海豹 可以看到这几年越来越多我们中国的电车来参加英国贵族的车剧了 还来参加爬山赛 这叫什么 这就叫反向的文化输出 好 好 好